没有错 像冠一所说到 在因为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害 在各国都哀悼 而在今天早上的环太军演的国际记者会上 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司令也特别为他来默哀 我们先来听一下 美国总统拜登也下令从今天开始 白宫和美国公共建筑军事基地以及船舰 都会降半期直到7月10号日落 而TVBS采访团队也发现 美国的航空母舰林肯号 他的船尾的旗帜也已经降了半期 向安倍来致意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